张平刚才你也举台了 对 这个小华仔 小华仔也说 说贪图私利而卖国 给国家安全造成损失和隐患 必须严惩 其实我想说的严惩 我们国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间谍法 这个没什么问题 该怎么判怎么判 但是关键是很多人 他不知法 不守法 或者不懂法 你比如有很多案例 是这个小伙子在网上 通过网店 卖一些间谍设备 他认为这个什么摄像笔 什么GPS定位器 这有什么呀 我这就开个网店挣钱 其实严重的话 你已经涉嫌到违法甚至犯罪了 有的这个在重要部门的人员 他离开之后 把这个重要材料带回家了 他也没卖 他也没泄露 但是大家都知道 泄密案件 它是行为犯罪 不是结果犯罪 不是说你卖给境外的势力了 你就犯罪了 你只要有存在的泄密的可能 你就已经违法犯罪了 所以有的时候加强法治教育 你比如4月15号 我们叫什么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教育日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 这个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这是我们实现中国梦 保证安居乐业最根本的一条 为什么呀 现在很多中小学 你看在开设什么课呀 防灾安全 应急意识 慢慢地这个意识培养上来了 但是我希望未来 国家安全的概念 也能融入我们中小学的 这样的一种教育课程中 提高全民的防范意识 我们下来就会出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